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神 相信你们今天看影片的标题和豆冻 今天又是一个惊喜家小小的二枕啊 这个二枕不是小小啦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而且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为什么呢 相信你们看上个影片都知道 Micky哦 给我不理他24小时过后 全家人啊 他离家去走回家过年了 然后呢 他就留下了他的宝贝车在这边 其实呢 这辆车我有办法给头骑 然后每个月都会公啊 所以也算是他的啦 因为我觉得 我旁边那辆已经很足够啊 这辆就给他驾哦 如果他不会驾就我来驾哦 上一次拿车的时候啦 驾驶他的时候 我问到他 你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他讲 嗯嗯 就是他想要一想啊 他对这个颜色还好 因为呢 他真正喜欢呢 不是蓝色 他喜欢比较 暗的吧 因为不可能要把这个车 换成粉红色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他讲哦 宝贝不用紧 没有关系的 蓝色就是蓝色咯 因为讲真的 如果你要等这辆车的话啦 你选颜色的话啦 你选颜色的话啦 可能到现在啦 我还拿不到车 所以呢 今天我的任务啦 就是再次的surprise啦 我会拿这辆车去大改造 把这个蓝色换掉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啦 我就会给他知道 宝贝我把你的车卖了 我在买另外一辆新的 其实不用等到他回来啦 因为哦 今天是不懂初级了啦 然后他还在他的home town 然后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 初六初七的时候 我就要去他的home town 那时候我就会驾着这辆车 去他的home town 给他surprise 我就跟他讲 宝贝我知道你不是很喜欢蓝色 没关系 我把你的车变成很sporty 很美很smart的 所以呢 今天的任务就是帮miki 大改造他的新车 OK 所以事不宜时 我们要马上出发去我们的那个店 所以 before我的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follow我的IG 还有去到我的最新的照片的下面留言 hashtag大神我要iPhone12 因为我在做这个giveaway 只要我的youtube 达到500千的subscriber 我就会把iPhone12送出去 所以我们马上出发 Let's go OK 现在我已经到了Jera社公司 然后这边的老板就是把我们弄很美的车 然后他有跟我分析一下 然后他有跟我分析一下 到底这些纸啦 wrapping啦 他有分很多quality 不一样的quality 有不一样的水准 就好像他有跟我介绍一种 就是如果我们粘便宜的啦 就是市面上有很多 现在坐着1000块以下 或者1000出或者2000啦 他会有一个不好 就是哦 你粘了过后啦 他过后会有这种裂痕 就是裂掉了咯 就是颜色 那个wrapping的纸不耐 然后当你要remove wrapping的时候 他会粘你的气 可能一起拔出来 所以对车到车的伤害也是很大 所以哦 如果你们wrapping的话 记得要找好一点的 或者可以来到这个Jera这个店 来帮你们做 因为哦 他会给你们解释到底 哪一个wrapping的纸啊 才是好的 有分quality 但是如果你还要便宜的话 也是可以啦 那个车是你的嘛 对不对 老板这个quality哦 跟刚才那个是不一样的 对 它不会粘的 对 至少可以顶几年 最少可以顶到五年的哈 五年啊 对 所以它的quality是怎样的这个 OK第一 我们这个粘上去车的时候 改车我们不要那个wrapping的时候 我们跑出来的时候 它不会有 伤到那个气 不会伤到那个气 第二就是 不会有那些remaining gum 连住载车 哦 就想不会有那个gum 黏在那边了 很难弄走的 对啦 就是你拖的时候它是干干净净的 对啦 干干净净的 对 还有我们拖的时候 不需要拿到三十分钟 就拖完整辆车了 我们没有放primer在车 primer它其实是一种干来的 但是那个到时候你要拖纸的时候 还是你要拖 double tip的时候 就会有干黏的那边 它会有点在那边 完全插不走的 OK老板 这样子你觉得我的车啦 要黏什么颜色会比较适合 然后比较 比较简的 比较凶一点 OK我会感觉到 这一个颜色比较适合你的车 嗯哦这种 它会有点 阳光照到会有点变色变色 对好像阳光照到 还是有灯照到的手 哦它有RAMBO这样啊 对啦 目前啦有没有黏过S50 有这样子的颜色 没有 暂时还没啦 所以我应该算是第一两啦 可以穿 可以穿是第一两 因为我看到市面上很多人黏这种黄色啊 哇这个好像太多人黏了 因为黄色好像弄起来好像RAMBO 感觉好像很Sport Sport的感觉 所以等下你是黏这种 有一种Diamond Diamond这样 MAT Diamond Laser Grey 哦MAT Diamond Laser Grey 如果你们有兴趣黏跟我一样啦 就是这个咯 其实你们有颜色的选择啦 大概有几种 这边其实有超过100个颜色 然后我们after过年 还会加多一个200多个颜色 因为刚才老板有讲咯 如果你们来这边黏啦 如果你们有Custommade一点东西啊 他们这边也是有做这个服务的 好像有自己的logo啊 你们想印在这个web的那个sticker那边 它也是可以帮你们印上去的 所以看你们的要求 你们跟老板讲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有过来这边弄的话啦 总之 有关于黏车的什么东西 你们都知道 对 OK就讲全部啦 全部 如果有什么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联络这个老板 我会把他们的公司啊 电话号码啊 地址全部放在这边 OK OK 现在我们就开始黏了 所以他就帮我拆掉了 然后应该大概明天这样子 就会完成了 然后大概第三天我们就可以拿车 OK 现在我们要拍一下 见证我们的历史性的一刻 就是把这个sticker放上去前面了 OK 现在我们叫老板开一下spotlight 看一下如果在太阳底下 照这辆车啊 是什么颜色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哇 你们看到吗 有这种ranbowranbow的颜色 OK 现在我们已经弄了差不多一半了啦 所以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再来 我们再看一下process 希望miki会喜欢这个颜色啦 虽然这个颜色有点boy 但是比较成熟稳重啦 因为本来我想换一些比较girl的 但是我懂miki他不喜欢太扭孩子 或者太亮眼的 他喜欢低调 但是其实这个也是很低调一下啦 对我来讲 所以现在我们等第二天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进度会是怎样 OK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啦 然后那个狗狗叫我不要来看先 只要我看到的时候要surprise 所以现在我已经看到我的车了 我觉得what the fuck 真的是太美了 我确说不到真的 哇 大家好给你们看一下这辆车的颜色 哇 很美咧 哇 吓得棒 妈妈 你觉得美吗 整体上我觉得它变成另外一辆车了 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 妈咪你喜欢吗 我喜欢 不错不错 其实这车要弄哦 不错 来这边弄很美 弄到 真的真的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 你们来可以找这个 Jweb 真的它弄车很细心啊 我真的是 才是自己 我找不到有瑕疵的地方啊 OK 所以我的车已经弄好了啦 先给你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子的颜色 然后等一下我回去拍特写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很美很美很美的画面啦 让你们去欣赏这个的成果会是怎样的 OK 所以大家现在我先把车驾回去 surprise Miki 先 因为哦 我有个坏消息感跟大家讲 本来哦 Miki 是在 Sekin Chan 在 Home Town的嘛 结果让他自己啊偷偷回来 要给我 surprise 所以哦 现在哦 他的人啊 是在我们的家 就是回到他自己家 然后他问我的车去了哪里 然后我就跟他讲 哦 车拿去 service 了啊 但是我不懂他信不信啊 所以等下驾回去的时候 尽量 surprise 他 看他有没有被 surprise 到啊 重点是哦 他这种 sensor 啦 他也是帮我弄到很detused的 就是 他们割到很好 我有看到很多种弄 wrapping 的啦 他们这种小细节啊 没有弄好 但是 S50 啦 他是比较讲究细节的 因为哦 他整辆车都有那个 sensor 因为他有 Autopark Autodrive 啦 所以哦 这些 sensor 对这个 wrapping 来讲 真的是很重要 如果他挡到了啦 我的 sensor 就用不到 所以哦 一定要割到很准的 所以我很谢谢这个老板 帮我弄到这么好 这么细心去做 如果你们真的是有兴趣 来 wrapping 车的话 你们可以来找他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细心的 因为哦 弄好过后啊 他也不会叫你快来拿车先 他会放在这边 check 一两天 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里的 sticker 全部美美哦 连不稳啊 或者是拨出来啊 他一定要确保 100% 弄好了他们才交这个货给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真的是来对地方了嘛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联络这个老板哦 可以你们讲我介绍啊 问他有没有 discount 一下哦 一定要 discount 这种东西 没有 discount 哦 一定要恭喜二我 耶 没有叫大神介绍啊 应该有 discount 的啦 現在访问了 现在Micky好像在准备拍他的广告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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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辆车服务回来了 有急剧没有看那辆车啊 几天咯 几天 你讲几天先 好没关系啊 反正那个车还是一样 这是我们的茶妹 你看车牌你觉得咧 真的不同颜色了吧 你要换一辆新的回来啊 我要买一辆新的回来啊 我要买一辆新的回来啊 真的咩 宝贝喜欢吗 What the fuck 终于又买 宝贝你真的姓咩 里面还是蓝色的哦 所以你讲这个是谁的 所以你学会换颜色 这是什么来的 这个就是 宝贝我们联席老板的logo 蛤 你们觉得不一样颜色 这个颜色很美啊 有点bling bling啊 对这个就是有点bling bling的 真的咩 真的宝贝 喜欢吗宝贝 认真吗 OK吗 五颜六色哦 对 这个就是会变成 当晒到太阳的时候 它会变成五颜六色的 好美 给你们看一下 五颜六色 有彩虹色 给你们看一下啊 彩虹色 不懂相机照到没有啊 如果一到十分啊 之前的颜色你给几分 一分 现在这个颜色呢 一百 哇一百啊 颜色对一辆车来讲啊 真的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们真的是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联络那个老板啊 然后哦 你们不要哦 打过去问人家要我的号码 你知道吗 因为哦之前哦 我有帮一个年轻的 你们打过去要追他女朋友 你们傻了 是吗 如果你们真的是认真要联的话 你们真的是可以联络这个老板 这个老板哦 是难的 所以你们不用打过去跟他讲 要我的电话号码 如果你们要我的电话号码 我可以给你们 你不要打过去哦 问人家我的电话号码 OK 对上次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 那个老板跟我讲 有很多小孩子打来 要你的 要我的号码 哎哟你们不要这样子啦 你们要你们PM我就可以了 没有你们就消费啦 靠 所以呢 等下我们就回去 然后看一下家人对这辆S50 全马只有一辆这样子的颜色 暂时 因为平时你们看到的是黄色 就是全马只有一辆 OK 所以我们等下回去 问他们的家人1到10分给几分 OK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MIGI的家庭了 现在我要访问他的妹妹 就是哦 给你看这辆车 跟你爸爸那个S70 S50 你觉得哪辆车比较美 这个啊 就是我的啦 原本是蓝色 现在我黏了sticker 你觉得没有黏美还是黏了美 黏了美 1到10分你给几分 8 8分啊 因为如果是之前的话很普通 对对对对 如果是你爸爸的1到10分给几分 5啊 5分啊 OK所以谢谢你啊 所以我们要找另外一个人来访问一下 那这个是MIGI的爸爸 Uncle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S70好还是S50好 应该是S70咯 S70比较好 S70比较大点嘛 你如果1到10分 你给你S70多少分 S70啊 1到10分啊 10分了 S50咧 S50也是差不多8分这样吗 8分啊 如果讲颜色咧 哪一个外观比较美 这个OK啦 这种色 S50比较美啊 比较美啊 OK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 但是 Uncle会讲S70是因为S70是Uncle的 Uncle OK然后现在我们下一个要访问的就是MIGI的哥哥 OK 我想问一下S70你觉得好看还是S50 我觉得这个S50会比较 比较sport一点 比较sat一点 比较sat啊 所以你觉得S70这个身手比较稳重啊 对 这样我问一下 如果年鸟 你有看过Original蓝色的吗 对不对 跟年鸟有分别吗 分别很大嘛 很大 本来蓝色你给1到10分你给几分 6 7分吧 6 7分 如果放了这个颜色咧 8 9分 直接提升了啦 所以总是提升了 一个webbing对一辆车是很重要的 嗯对 如果你的车是不美的 你会黏了过后你会觉得它会变吗 会 肯定会 OK好谢谢 OK以下就是我访问了他家人对于这辆车 黏了webbing的看法 所以哦 如果你们真的是有兴趣要黏车的webbing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找这个老板哦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又到此为止 希望MIGI会喜欢这次的惊喜啦 但是他给我的反应是觉得 嗯他会觉得不错 但是我问了很多人 不同的意见他们觉得 黏了真的是比Original还好 所以有时候你们有新车的话 你们也不妨黏一黏 因为它可以保护你Original的气 它可以保护防来的舌头弹到 然后它可以保护很多啦 总之以后你想换sticker 你拔出来啦 你里面的Original的气啦 都是看起来跟新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黏了过后啦 是对你们有害 这个黏了过后啦 是对你们有帮助的 OK不是有害的 OK刚才我讲错了 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这集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类似不一样的影片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OK然后下一集呢 我就会拍一集就是 让Mickey来驾这辆新车 看他能不能上手 看会不会有危险 OK所以我们期待我们下个影片 拜拜 by bwd6